剛好今天你們一對的話我覺得蠻好的 所以我們做一些練習可以幫你們熟悉一下 當然你們的關係是在戲裡面後來才剛認識 然後可能也許會有一些 然後有點曖昧那個東西的元素 但是其實還是做不上在關於後來發生的 風怨以後的心理狀態 我想要透過音樂讓你們閉上眼睛 然後去進入到各種情境裡面 你們就聽我的引導 然後在過程中去反應 然後去彼此互動這樣子 挺你好好的去觀察你的手 所以慢慢的你讓它有生命 你的呼吸也是跟這一雙手 跟這兩個生命是在一起 然後去感覺這個流動 有一個什麼情緒 有一個什麼東西 你覺得是什麼就是什麼 你需要的是感受也是平安 你可以選擇跟它產生關係 你也可以選擇跟它有關係 對 多一點感受 多一點對方的理解 去表達你們各自認為的損失 對 你們兩個人之間的那個互動 有時候可以很強烈 有時候會有很遠 對 對 對 看守於是的距離 一直給的訊息 那個已經很難不及 好 好 慢慢的轉換不同的流動 其實表演練習就是幫助你可以起到很多的想像跟思 其實今天你們的整個過程我覺得是非常的美 非常的開放 非常的投入 就是你們都很努力的去感受對方 我覺得是我們演員怎麼樣去建立自己一個彈性 跟星浩他們兩個之間在那個過程裡面所痛中的活化 我覺得都非常的真實 整個練習的過程中他們從彼此互相試探 不敢去觸碰對方 到後來兩個人是彼此互相依偽 互相保護 然後那個肢體的觸碰上面他們不會覺得尷尬 然後很自然而然的投入在我所引導的那個情境裡面 那他們在戲裡面有一些要互動的戲 所以我讓他們在那個音樂的世界裡面的時候 讓他們可以彼此互相有一些交流 當他們在那個練習的過程裡面可以這麼真實的 把自己的脆弱恐懼去表達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在真的拍戲的時候 就會帶著這些能量去幫助他們在拍戲的時候 更進入到那個狀況裡面